陈散 跟踪我 打给我就行了 部署交通规则很危险的 你跟得我这么紧 很难不发现你 我们做警察的 不怕你知道在跟着你 但是你这么跟着我 我就什么都不会做了 这就好了 这就是我的目的 你进不了祸 就不会害死那么多人了 我们现在打算先去打麻将 那 你要不要一起啊 要说起赌 谁比得过特尔伯格你 喂 你们知道吗 跟特尔伯格赌钱能赚钱 特尔伯格每次赌钱 都输一百几十万 从来没赢过 喂 程四 你今天没刷牙 嘴这么抄啊 吐到整条街都闻到了 干什么 一百几十万也不是没有 是四儿这种几万块薪水的 才会大惊小怪嘛 去买起杯奶茶给他们 慢慢等 陈孙 都这么久了 我们还跟啊 打完麻将又来码头 他明显在耍我们 韦俊轩这个人 如果没目的 就不会做这么多事 那就这么跟着他 家豪 有没有看到前面 有个小朋友在玩航拍啊 陈森 吃水 帮我买个外卖 好啊 去哪家 金宝 西多贡丸盒 西多贡丸盒 喂 金宝 西多贡丸盒 冰咖啡一会儿来拿 西多贡丸盒 陈森 有什么问题 他不从来都不吃贡丸的 你看这个餐牌有什么特别啊 几个字加起来就是百德新街啊 你们这么聪明啊 那我们以后就用这个做密码吧 好啊 你看 Bree 小岸走 nymi 调虎临山 坤之中他们 目标出现 行动 警察 别动 毒品调查科 加好 开始什么 你干什么 陈瑟儿 没有 陈瑟儿 你看 查查这辆领事馆的车 真的假的 叶瑟儿 陈瑟儿 陈瑟儿 我看你也做了很多年警察了 怎么可能发生这么严重的错误 对方是泰国王子 你当时泰国毒枭 陈瑟儿 这次是我判断失误 因为当时我看到火机拿东西给他 我以为他们在交易 所以我就冲过去抓人 对方 我们也没想到火机交友这么广阔 连泰国王子也认识 但我们怀疑这次 是为俊轩设的局 引我们中击 幸好现在泰国王子不追究 不然就有一场外交风波 对方 我会跟进的 致 你 是